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山中古墓发现奇特精细 精美的金币竟然穿着孔 腰间的皮带两端竟是金带扣 薄如纸片的头冠也由黄金打造 就直接在墓主人的头部佩戴着 这还是第一次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金冠士 是不是这个身份不错了 还有一位墓主人 两人在墓葬中手挽着手 这又是什么原因 这张照片呢 也是后来整个墓葬发掘 比较经典的一张照片 要解答诸多谜题 必须去往银川 2022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馆藏文物进行常规检查 眼前的这件精细 薄如纸片 金光闪闪 文饰和造型极其独特 这顶由纯金打造的金冠 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雇员时 被发现时 主人还带着它 金旗不止金冠 牧主人的身旁还躺着一位女子 18年前的照片 定格住了考古现场的瞬间 似乎他们的手就这样 牵了1400多年 他们是谁 为何同时葬在这里 2022年初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馆员陈伟 再次回到雇员南郊的九龙山 这里是距离城区最近的制高点 当年那件金冠就在这里出土 九龙山地势平缓 虽然海拔不高 但站在山上仍可眺望顾园城 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现在还有汉墓的风土堆 就是整个这一个区域内 大概在一到两个平方公里之内 这个区域内 就埋葬了大量从汉代 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墓葬 生前城里安居 死后城外安葬 九龙山成了历史上 雇员的风水宝地 2004年春 从福州到迎川的福营高速 川山而故 风水宝地的秘密 才被人们发现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实际上这个高速公路呢 现在已经深入咱们这个地下 已经近20米了 当时在发掘的时候呢 它这个整个是和对面 这个台队是连在一起 修建高速公路 施工人员要御水架桥 逢山开道 当工程推进到九龙山时 那些古老的墓葬露出真容 当时我们经过勘探以后 就是从我们前面 大概有200米的地方 这个墓葬区 一直延续到这个桥附近 那么大概整个的这个范围 这个长度有大概600米到700米的距离 那么在这个距离之内呢 就分布了40余座汉墓 和这个五六座这个隋带墓葬 隋 一个国座不到40年的王朝 一直以来 有研究价值的墓葬并不多见 考古队员决定 从M33号隋带墓葬开始 抢救性发掘 这是一个刀坝形墓道 墓道竖直向下 底部有一个土洞 就是墓室 近40厘米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比较小心了 因为这个时候 就容易出现一些关锅 一些陪葬器 一些陶涌 考古队员一点一点地向下清理 但除了泥土 还是泥土 几天过去 一件陪葬品也没有出现 考古队员开始紧张起来 但没过多久 好消息突然传来 我记得一天 这个天气还很好 早上上工 大概不到十点钟的时候 这个有这个工人就来叫我 说啊 说这是陈队长 这个我们这个M33 有些发现 你赶快过去看看 陈伟心中一惊 发觉终于有了转机 我说你别急别急 你先给我说的是什么发现 是什么发现 让考古队员如此激妒 他说哎呀 说那个 那个木主 木主的那个骨盒上面 头上 有一个黄色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陈伟连忙赶去查看 此时 考古队员正小心翼翼地 清理一个头骨上的泥土 泥土暴露出来的黄色 越来越多 而且越发耀眼 凭借多年考古经验 陈伟判断 这层黄色的薄片 极有可能就是黄金 这是令人振奋的发现 那么 接下来便是探明这件金器 到底是什么 以及M33号墓主人是谁 比方说 女人 或者是 这个皇家的公主啊 夫人啊 皇后啊 她头上也是有装饰 有带一些帽尸啊 带一些这个 一些装饰的 这个比方说 我们发现那种 在这个四川地区 发现比较多 比较不遥 不遥是一种头饰 坠上珠花 女子小步慢走时 会跟随身体遥度 不则动摇也 不遥因此得名 难道牧主人是一位贵族女子 带着疑问 考古队员围绕头骨 扩大了清理区域 黄金紧贴头骨 一千四百多年的掩埋 没有腐蚀掉耀眼的光泽 随着清理的深入 考古队员去感觉 原本推测的步遥 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黄金并不是一根簪子 而是围绕着头骨 一直向后延伸 好像套在了牧主人的头上 本来是在头骨的清理上 应该是时间清理头骨 那么后来我们就做出 一个大范围的清理 以这个头骨两侧二十公分 这个头顶二十公分 一直到锁骨这个位置 进行了一个清理 金冠比步遥更加罕见 一般只有君王才能佩戴 用来彰显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陈伟意识到 这一座墓葬非比寻常 清理工作必须放慢 确保文物发掘 万无一失 在清理的过程中 清理到面颊部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从上面开始清理 清理到面颊部的时候 就发现又出现了金属条 新发现的长条依旧由黄金制成 不难看出弧形是为了让金片 更加贴合木主人的脸型 说老实话 从我的心里讲 我也没有对他有一个具体的判断 这个时候 因为每一次经营考古发掘 越是到这种时候 心里面看似挺平静 实际上是不淡定的 也是急切 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 通过查阅文献 一个新的推测产生了 这极有可能是入链时使用的名气 夏合突 人在死亡以后 就会出现湿疆 出现湿疆以后 基本上你就不太 所有它这个面部表情 它就不太容易动了 非常僵硬 但是等到八九个小时以后 湿疆过了以后 它整个又开始发软 发软以后人的这个下额骨 它就就 下额骨是一个 两边带的两个下额轴的 它就会脱落 也说这个嘴就合不上去了 人死后 尸体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为了防止死者下巴脱落 导致头骨不完整 人们会想各种办法加以固定 夏合脱就是一种措施 精致官室 精致夏合脱 这位奇特的牧主人是谁呢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这些黄金器 考古队员及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比方说用麻纸将这个清理处的部分 给它盖住 盖住以后把它再清理其他地方 完全清理完了以后 咱们再把这个麻纸再掀掉 为了记录下这个画面 当年陈伟用胶卷相机拍照之后 暂停了考古发掘 直到照片冲洗出来 效果满意 才又继续开展公诉 然而这一次 他们有了更大的发现 在我们的清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 夏合脱和金冠室 在当时应该是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 在金冠室和夏合脱的交接处 它打有眼 原本连接的丝线已经浮血 只留下孔洞的印记 套在额头的金冠 和托住夏合脱的弧形金片 可以整体戴在牧主人头部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 唯一的一张 这个金冠室夏合脱和头骨 整个人为一体 保持原貌的照片 照片上的牧主人实在是有些特殊 考古队员不由地 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这么小一幕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金冠室 是不是这个身份搞错了 作为领队 陈伟依旧不敢相信 整个宁夏考古史第一顶金冠室 就这样出现了 陈伟几乎查遍了与雇员相关的历史文献 没有王族下葬的记载 难道是丢失了某些信息 因为当时中间我还问过我们的工人 我说咱们的这个木门这个地方 注意过木 这个木道注意过没有 他说注意什么 我说注意有没有这个木质 没有 他说我们觉得清得非常干净 有没有木质 自从这第一顶金冠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灯 总是整晚亮着 白天在考古现场忙了一天的晨围 晚上还要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 搜寻着木主人的身份 不足四十年的隋朝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民团 2004年春天 负责M33号目的考古人员 依旧耐心地继续向下清理 当清理到木主人腰部时 泥土里又一次出现了黄色 这一次仍旧是薄薄的金片 这个当时感觉也非常高兴 这是一条长方形的金片 一端呈椭圆形 中间有一个能活动的扣针 考古队员判断 这极有可能是一枚精巧的金带扣 那么在离台大概有十几只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就发现了带扣的这个后端 就跟现在这个皮带一样 是连接皮质的这个袋子的 因为年代久远 皮质腰带早已彻底腐烂 但带扣却将一些秘密悄悄捧出 一千四百多年前 这位用黄金做皮带扣的牧主人 越来越让考古队员好奇 感觉这个木档虽然小 但是还出土了这么多金银器 应该是还是很高兴的事 有趣的发现还未停下 随着清理的深入 考古队员在牧主人的腰部 又有了新发现 这一次还是熟悉的黄色 在带扣不远处 还发现了一个一枚罗马金币 东罗马金币 让现场的考古人员有 而且大部分出土于黄市 和身份较高的贵族 大小与五角人员币硬币差不多 大小与五角人员币硬币差不多 正面是头戴皇冠的王者 背面是戴翼胜利女神像 九龙山M33号目出土的这枚金币 人物身着铠甲 右手与肩部 握上力十字架的圆球 头像是查士丁尼一世 跨越几乎半个地球的距离 发现了一枚东罗马金币 这是一千四百多年前 东西文明间沟通最直接的证据 所有人都为这个发现兴奋不已 然而负责经理的陈伟 却在这枚金币上发现了一些蹊跷 金币也能纺制 罗马金币的纺制主要就在中亚一带纺制的 事实上这样的纺制并不少 1915年斯坦英在新疆吐鲁藩阿斯塔纳墓地 发现了三枚东罗马金币纺制品 1956年西安市郊土门村 出土一枚东罗马金币的纺制品 1982年宁夏雇原南郊史道德牧 同样出土一枚纺制金币 这些纺制的金币重量与真币几乎一致 此刻一个问题涌上陈伟心头 古人为何要纺制金币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队员注意到金币下方的孔洞 规则圆润 很明显不是腐蚀造成的 难道是人为打孔 打孔的金币还能流通吗 金币实际上到后期它就是一种装饰品 就是一种表明身份的一种装饰品 所以打了孔以后呢 它要系在身上一般都是挂在腰部 就是挂在腰部随身携带的一种装饰品 就跟咱们现在带个玉佩式一样 不带玉佩而以金币作为装饰 这并不常见 从金官式到金盒托 从黄金带扣到纺制金币 这座看似平常的土土木中 金器的种类 样式都很特殊 M33号墓主人显然很特别 他是谁 来自何方 墓中是否还会发现其他金器呢 带着疑问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靠近墓室北侧的泥土中 隐约又露出一个头骨 突然冒出的头骨 会是另一维墓主人吗 埋进这座墓葬的 难道不止一个人 顺着头骨向下清理 很快 一具完整的骨架显露出来 他是谁 在中国的这个墓葬史上 只要是两个人并排躺在一起的 一般不会出现同性的 它都是异性的 异性应该都是福西合葬 根据骨骼的形态特征 考古队员判断 这是一位女性 这位女性物主人的头骨 侧面朝上 好像正把头部扭向东方 虽然两具尸骨并排在一起 但是考古队员在仔细观察后 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一个手 从我们当时清理的情况看 两个手是挨在一起的 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然状态 手部骨骼的部分关节 扣在一起 像是在牵手 当时有记者一看这个情况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伟大的爱情 爱你一万年 通过植骨的叠压 有人认为 这是一次浪漫的牵手 持续了千年 但当理性的考古队员 在分析后 却认为 这个浪漫的推测 并不成立 古人不会去把两个人 摆成一个篓抱 或者一个牵手的状态 这种是一种浪漫的想法 因为对死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庄重的事情 死人的任何事情 都是很庄重的 关系到后代 关系到这个死了人 他的将来的这个 是否能够轮回 升天 灵魂是否能进天堂 都是关系到这一类的事情 浪漫 只是后人的附会 但死人并不会移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他们的牵手呢 就是地层发生挤压以后 比如说地震 原来牵手的姿态 只是由外力影响造成的巧合 千年时光轮转 或许是地震 降雨 地下水等因素 导致两具尸骨 在墓中发生位移 最终成就出这样的巧合 2004年 宁夏雇园九龙山上 考古队员期待着精彩继续 当M33号墓 经过近半年的发掘 直到整个墓室清理完毕 除了之前的那些特殊金饰品外 再没有贵重的随葬品出现 这个墓葬很奇怪的是 它除了在这个男主人身上 有金冠石 有肖脏 以及金带库以外 它在这个墓室里面的陪葬品 非常可怜 只有一个陶宫 一个陶宫 奇怪 来自随葬品的巨大反差 M33号墓 男性墓主人 头戴金冠 腰间是黄金打造的皮带扣 还挂着当时流行的 仿东罗马金币 极尽奢华 生怕别人看不出自己的富贵 可是对于这样一位贵族 除此之外 陪葬品却只是两件 极普通的陶器 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不高的 身份是非常特殊的 他特殊的身份决定了 他既不是有钱人 也不是官吏 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就要按这么一种诡制 来埋葬他 这是种怎样的规矩 1400多年前的随代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享有这样的藏俗 这位头戴金冠 身份矛盾重重的墓主人 又会是谁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 考古队员决定 还是从提取的金冠士上寻找答案 金冠士因为长时间挤压 已经有些变形 经过专业清理后 金冠的图案 才完整呈现出来 像金冠士这样的器物 基本没有见到我 像金冠士上面这样的图案 基本没有见到我 金冠正中 有一个近乎圆形的月亮 月亮之上 环抱着一个圆形 专家用养月暴日 来形容这个图案 以养月暴日图案为中心 左右还对称排列着三组图案 每组以火焰纹分隔 第一组图案是一对飞鸟 身体呈倾斜的S型 上部较为纤细 以表现飞鸟的头部 下部用流苏表现飞鸟的羽毛 接近头部的流苏 自然向头部弯曲 好像飞鸟正迎风飞翔 它这个每一组越向两边走 飞鸟图案越小 而且它的飞鸟造型也不一样 到最后一组的这个飞鸟 实际已经看不出飞鸟的形状了 考古人员隐约感到 这看似普通的图案 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判定它是从西边来的 甚至可以说它是中亚一带的居民 就是说或者说它祖先 是从西岸那边过来的 相比金官室 夏河托造型简单狠突 两端是长条形的袋子 中间有一处形似枣合的凸起 但上面的一些小珠子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是莲珠纹 莲珠纹被认为是标准的 中亚西亚一带的装饰纹饰 所以看到这几个图案的时候 应该就能肯定 它是来自于预外的 考古队员再次仔细观察 金官室的下部 有三组小莲珠纹 中间浅月牙形横拓外 也有莲珠纹 从背面打压的莲珠纹 细密分布在晶片上 工艺极为精致 日月 飞鸟 莲珠纹 考古队员依此推测 M33号牧主人 极有可能来自中亚或西亚 但它为何又葬在孤原呢 与此同时 更为关键的消息 从体制人类学实验室传来 体制人类学家 韩康幸 他做的这个鉴定结果 那么这个夫妇两个人呢 他的这个颅骨 面部的这个骨骼的这个测量 这个数据 是符合白种人的这个数据范围的 所以认定他为白种人 M33号牧 两位牧主人 竟然都是白种人 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 九龙山上 竟然埋葬着一对异域夫妻 故园地处黄土高原 山多川少 园 梁 卯 豪 交错 即使放在今天 也只是西北的一座小城 那么 一千四百多年前 这对异域夫妻 为什么会远离故土 葬在故园呢 虽然咱们讲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 但是故园 才是真正出了长安以后 往西域走的一个起点 因为它无论是北路也好 是中路也好 还是山沐路 南路也好 它都要经过故园 在历史中 今天的西北小城 故园 曾经是丝绸之路上 一座重要的城市 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 曾为故园带来空前繁荣 隋代史 丝绸之路上的商骨 故事 僧侣 往来平凡 络绎不绝 当时进入 中国进入 也大部分是苏特人 他还不像唐 到唐代的后期 这个有大量的突厥人也进来了 那个在北朝和隋唐的时候 这个苏特人是站了 绝对的优势 宗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结合在一起 苏特人的故乡中亚 是丝绸之路最大的中转站 自北朝到隋唐时期 擅长经商的苏特人 曾频繁来往于中亚 西亚与中国之间 主要做贸易的人 主要进入中年地 做贸易的人 就是素材人 而且这批人 到了中年以后 有很多人就定居了 他再不来往于 不来回奔波了 他作为一个批发商 或作为一个中转商 他就在中国生活了 告别丝绸之路上的风餐露宿 从此定居故乱 在当年 这座城市成了一些 素特商人的第二故乡 他们在此迎接新的生活 很多人就埋葬在这儿 甚至史书明确记载 有很多的素材人 在这个故园 就是从政了 做官了 被人民为各种将军 各种各样的官职 这个已经是完全中国化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宁夏考古工作者 不断在故园 发现素特人的墓葬 下葬时间 从北朝开始的史氏墓地 还是中国首次发现的 素特人墓葬群 这些素特人的墓葬 尽管时间跨度很大 但不同身份的墓主人 大都会选择故乡的葬俗 同时在九龙山M33号墓中 陶盆 陶冠 这些充满中原风格的随葬品 也让人看见 当年他们的中国式生活 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是在中原地区 或者在故园地区 生活了很长时间 已经基本上融入了 这个当地的生活了 故园成了M33号墓主人 和妻子的第二故乡 他们在此生活 死后也在此长年 黄土可以掩埋坟墓 却无法掩藏历史 1400多年后 九龙山M33号墓中的金冠市 依旧金光闪闪 金碧依旧光彩如初 依靠现代考古 我们有幸看见 1400多年前 两位生活在 故园的异域人 他们是一对夫妻 也是故园城里的居民 未经营有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